让你采些陈芝过来给我用 你去问我陈芝是什么 你脑袋奔门挤过了 奴婢出身贫寒 实不知陈芝是何物 还望姐姐能够告知一二 不 奴婢这就去问 家里睡马居的下人都知道陈芝是什么 宫里这么高贵的所在 怎么会有宫女如此的没有见识 你分明是存心复原我 就算是一些高贵的所在 也总会有一些下贱的行径 不就是想采一些陈芝吗 何必为难一个宫女呢 说得轻巧 不为难她 难道陈芝要你给我去采啊 姐姐息怒 想要陈芝不难 妹妹愿意代劳 你 你 你又是谁 也来得管闲事 妹妹之名无足挂齿 也不敢妄自干涉姐姐 只是我曾经听过 有宫女自杀 连累结余扁入夜亭之势 所以也只是替姐姐担忧罢了 不知道这附近哪里有睡帘 贤林宫附近有花圃叫刘芳圆 提出花圃当中便养有睡脸 好 那我今夜就去那花圃 等明日一大早 姐姐便有陈芝用了 入夜方去 那我便等着 奴婢闻娘 谢过三位才人解为大恩 谢过三位才人解为大恩 真的 来 快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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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宫外就听说了 这太极宫里的睡帘 大多是大石进贡的稀有品种 夜无碧合 花开百日 如果能用它来做陈芝 那就更珍贵了 我们不妨去试试看 从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名曰极乐 歧途有佛 好阿弥陀 姐姐 你在念什么 念的是阿弥陀经 讲的是西方的极乐世界 诸斑法门与造化 名曰极乐的世界 这世上真的有极乐之地吗 身为女人 若是能跟自己喜爱的人 朝夕相处 不 只要能相处在同一个地方 远远地看着她 听她说句话 于我而言便是极乐了 如此说来 姐姐是有意中人了吧 来 徐姐姐说得没错 这远远地望上一眼 确实啊 是比近在咫尺 要快活得多呢 大难不死 怎么反而变得消沉了 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如意 姐姐怎么了 别提了 说来话长 前几日如意受了些磨难呢 好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婉颜 那你呢 对你而言什么样是极乐 我啊 我的极乐世界 很简单啊 就是能找到一位有情之人 他能与我长相厮守 然后 我为他生儿育女 哎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还是快踩沉枝吧 大将 启禀大家 什么事情这么惊慌啊 回禀大家 此事非经实习 文德皇后 文德皇后 我看见一个姓正的才人 长得跟文德皇后一模一样 你们说今夜我们采的沉枝 该够用了吧 别说萧强那一张脸 就是一头母牛 她也出手有余了 快 快看 有萤火虫了 在哪儿啊 这儿呢 不看了 这儿好多 等等我 我也去 快点快点 这边这边 哎没有了 这儿这儿 你抓到没有啊 木姐姐 大将 好 这里有一只 哎 哎 我抓到了 我抓到了 看看 真的吗 哎 哎 好不容易夜里清静了 可这风急却又犯了 哎 睡个安稳的觉 就这么难吗 娘娘 依奴婢看 陛下对那五如意 只是一时新鲜 倒是那新晋宫的正婉言 启禀娘娘 甘露殿内 今晚有动静 你们都说说吧 你们现在心里面 都在想什么 嗯 我在想 如果我们在宫里的日子 能够夜夜居入此刻 那该有多好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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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才人 正才人 婉顺 是不是叫你啊 叫我 这是怎么回事啊 敢问哪位是正才人 哦 婉颜参见公公 恭喜正才人 陛下宣正才人到甘露殿侍寝 我 正是 才人请 那我走了 等一下 把这儿弄一弄 你看看你 我 不会 会 刘